《衛武營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今天非常高興跟大家在一起 來見證《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堪致的重要時刻 從文化的馬功 《衛武營的新建》 一共經歷了三文綜合 長達十五年的時間 這個場館的落成 不僅代表當年大家所期待的空間解嚴 更代表了我們對文化平權的意義 因此《衛武營的落成》 對於整個臺灣來說 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一 這是高雄的《衛武營》 也是南方建設經驗的重要展現 從無到有確確實實代表了 政府對於區域均衡國化平權的努力 讓蘭古人眾不用大老人跑到臺北 就能夠享受世紀一流的藝術展演 這就是國化平權的意義 第二 這是臺灣的《衛武營》 也是臺灣空間解嚴最好的歷史寫照 《衛武營》曾經是業配聲嚴的軍事用地 經過民間團體二十多年的努力 組成的《衛武營促進會》 不但順利和遵取 才終於和我們今天看到的《衛武營》 第三 這是世界的《衛武營》 這幾年臺灣的藝術家在國際舞台上展現的實力 是大家的共同度 《衛武營》的開幕也代表了 臺灣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最後五塊拼圖 《衛武營》終於完成了 《衛武營》的完成 更要感謝許多人的努力和付出 正因為每個人的全新投入 我們才有精神的《衛武營》 我們會記得 今天的《衛武營》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都來自於默默付出的建築英雄們 最後 我也邀請所有的高雄市民 全臺灣的民眾 全亞洲 全世界的朋友 一起走進為裡面 一起全新的感受這座 亞洲最大的表演場館 最美好的文化小店 謝謝大家